40题 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图 题目说质量4公斤的木箱 这个木箱质量4公斤向下有重力 所以重量W等于40牛顿 现在对木箱撕力以伏脚37度的方向撕力100牛顿 所以撕力的方向跟水平面这个夹脚37度 这个撕力大小F是100牛顿 因为撕力跟水平面有个夹脚 所以我们先求出水平方向的分力 还有垂直方向的分力 因此木箱在水平方向的分力是这一个 如果这个是Fx 因为这个力是37度的零边 因此Fx水平方向的撕力是 撕力100牛顿 可是跟水平夹脚37 所以撕以可塞37 所以把100牛顿乘上可塞37等于5分之4 0.8 所以水平方向的推力有80牛顿 所以水平撕力是80牛顿的撕力 而要求正向力 我们先求垂直方向的作用力 我们先求垂直方向的作用力 因此垂直方向Fy 这个是37度的对边 所以斜边100牛顿乘上sine37 而sine37 0.6 100乘0.6等于60牛顿 所以垂直方向这个Fy 有60牛顿 因此木箱和接触面的正向力 正向力包括木箱重量 垂直向下40牛顿 以及湿力垂直向下压 有60牛顿 因此正向力N 等于向下60牛顿 再加重力本身40牛顿 所以有100牛顿 所以正向力的大小是100牛顿 而摩擦力 因为摩擦系数是0.4 所以我们利用F等于μ乘n μ摩擦系数0.4 n正向力100牛顿 所以等于摩擦力有40牛顿 所以接触面摩擦力有40牛顿的摩擦力 因此木箱运动的加速度 因为水平向前的推力Fx有80牛顿 扣掉阻止木箱前进 因为湿力水平方向向前推 可是接触面有摩擦 摩擦力方向向右 因此我们把外力80牛顿 扣掉摩擦力40牛顿 量相减是合力 合力等于m 质量4公斤 乘以加速度a 所以80-40 合力等于40牛顿 这时候等于4乘a 所以a加速度是10公尺 除以秒平方 所以加速度等于10 而第二小题 推动50公尺以后 湿力对木箱做工多少交恶 因为木箱推动有效的水平推力 是水平方向的分力 由于Fx水平方向的分力 有80牛顿 而位移S有50公尺 所以湿力对木箱做工 这时候所做的工 是水平推力对木箱所做的工 80牛顿乘上50公尺 所以湿力做工 有4000交恶 因此湿力对木箱做工 有4000交恶的工 而摩擦力对木箱做工 因为原本摩擦力有40牛顿 所以摩擦力所做的工 这是F所做的工 等于摩擦力有40牛顿 位移是推动50公尺 因为摩擦力阻止运动 所以摩擦力做复工 所以我们加一个负号 这时候等于复的2000交恶 所以摩擦力对木箱做工 负的2000交恶 因此合力对木箱做工 湿力对木箱做正工 有正的4000交恶 可是摩擦力对木箱做工 有负的2000交恶 因此合力对木箱做工 所以合力所做的工 因为湿力做正工 有正的4000 而摩擦力做复工 是负的2000 所以合力所做的总工 等于4000交恶 几2000交恶 所以合力做工 2000交恶的正工 因此合力对木箱做工 有2000交恶 此时木箱动能 因为湿力做工 等于物体动能的变化 所以对木箱而言 因为合力对木箱所做的工 总共合力做工2000交恶 这时候后来动能 减掉原来动能 可是木箱原来是禁止 所以后来动能K2 减掉原来K1 这里是0 所以K2就等于2000交恶 因此木箱所得到的动能 是2000交恶的动能 这个是40题 3 4 5 7 7 8 8 9 7 8 8 9 10